真小姐 真小姐 别碰我啊 赵远方 真小姐 是因为上次和我们公司解约 没有告知自己的公司 所以遭到血藏 这是借酒消愁吗 赵总是专门来看我笑话的吧 人生嘛 不就是在笑话人和 被笑话之间吗 我上次不也被真小姐笑话过吗 看来赵总是一个心胸狭窄 报复心强的人 很不巧 我也是这种人 所以我们最好保持距离 友好相处 我要是 不呢 不太猜了 不怕